都要在台湾生活不容易 不过我们要等你来看看 在台北生活 在这个黄昏市场里头 有个法国人很特别 他是背着行动小摊河 向民众兜售法式香肠 引发大家热烈的讨论 而另一边在台北通区附近 也有个行动摊贩 他是一个原本当健身教练的猛男 穿着吊嘎来捏饭团 让不少女性上班族 一早停下来会跟他买早餐 养生好餐 养生黑糯米加黑豆浆 洪亮嗓音亲切跟顾客互动 这名打扮嘻哈的猛男 用着一双大手掌手脸捏饭团 每做一个动作 手臂肌肉也跟着跳动 看得女生们脸红心跳 排队人绒越来越长 很型男吗 很帅啊 我们同事有在讨论他啦 觉得他怎么样 他哦就是看照不错啦 有天乐到真的受不了 我都穿个背心来 就后来那天突然业绩 就差不多多快一倍吧 不夸张 女性消费者占大多数 从学生上班族到婆婆妈妈 有些人被他年轻外表 猛男生才吸引 其实这个老板原本是健身教练 想转换工作环境 花了三个月学习 十万块创业 成绩还不赖 黄昏市场里这个外国人好特别 胸前背着一个大木箱 满脸笑容跟民众大招呼 他原本在法国学防水工程 因为喜欢台湾跟老婆一起过来 无奈没有一技之长 灵机一动 想到要把家乡味分享给台湾人 五万块的成本 行动小摊和卖法式香肠 获得热烈回乡 跟我们台湾的五口味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语言不通闹了笑话 但他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热爱这个工作 不只小资女当道 现在也流行小资男 用小钱自行创业 开拓属于自己的一片田 中文新闻赖建制周宽展周宇如 杨中盛台北众毛报导